NBA的新赛季越来越近,已经不足50天了,就在各支NBA球队,还在积极补强的时候,胡仁队是有一名球员,宁可放弃高额的薪水也要达成卖断协议,他就是卢尔邓,卢尔邓此前跟胡仁队签下了高薪长约,但受困于年龄和伤病问题, 他在胡仁队出场的时间越来越少,今年夏天胡仁队演进了明星球员勒布朗詹姆斯,封线上还有顾兹马,英格拉姆,斯蒂文森和比斯利等汉将,卢尔邓更加无缘出场比赛,此前为NBA游州赛上,卢尔邓表现积极,在这样的表演赛上也打得非常认真,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还能出场打比赛,他渴望登场。 不过卢尔邓跟胡仁队还有一年的高额合同,胡仁队想把他交易出去就无从下手,只能将他气质在板凳形末端,卢尔邓很不甘心,于是他主动跟胡仁队申请买断合同,以球加蒙一支能让他出场比赛的球队。 据悉,卢尔邓为了试买断协议顺利达成,主动放弃了750万美元的年薪,降低了胡仁队的开支,既省了钱又能控除一个球员名额,为自己的薪金总额降低压力。 胡仁队自然是乐于建造,于是顺水推舟地买断了卢尔邓的合同,但是买断合同并不意味着卢尔邓就此迎来新生。 目前NBA还需要前锋的球队并不多,能给卢尔邓这样一两年没怎么打球的老将提供位置的球队寥寥无几。 此外,上赛季还在森林郎,对表现出色的老将克劳福德也支持未能寻的下家,卢尔邓恐怕还得再等等。